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同志朋友 大家早 我是中文哥 今天是8月13日早上10点 昨天晚上非常的不平静 怎么说呢 因为昨天香港民众瘫痪了香港机场 从6月中以来香港一连串的示威活动 或者是街头冲突暴力抗议 甚至这边警民也发生了一连串的差状 那这边甚至还出现了罢工 那一直到昨天上万的香港民众 瘫痪了香港机场 那事实上从过去几个礼拜开始 要飞往香港的机票 这边的价格都是过去的两倍 飞往香港的机票都是过去的两倍价格 他这边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开始管制入境的人口 管制入境的人口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呢 这边就是要关门放狗 这边开始要肃清一些异议的分子 这边解放军已经开始待命 待命要肃清异议的分子 那这边一个都跑不掉 这些抗业民众一个都跑不掉 那这就很麻烦了 如果这个反送中议题不能尽早结束的话 那这边会重挫香港的经济 我们都知道香港的经济呢 这边主要是由旅游业跟零售业所支撑的 那旅游业跟零售业呢 这边呢佔了他的经济支出呢 光旅游业就贡献的GDP来到了5% 那这边呢各个国家呢 已经开始呢将香港的GDP成长了 已经呢从原本的3.5%呢 这边呢调低到2-3% 甚至呢最低呢有来到1% 已经呢开始呢调降了今年的香港的经济成长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事实上呢在这香港97回归之后 这香港占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的金额呢 是逐年下降的 但是呢香港呢还是有它重要的一个历史地位在 它呢是中国的经济门户 我们都知道这边呃中国获得的一些外资的投资呢 大部分呢都是从香港进去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光是呢 呃2017年到2018年度呢 这边中国获得1,250亿美元 就有991呢是从香港流入了 同时呢这边的中美贸易打成这样 但是呢香港呢却是独立于其他城市 它呢没有被列入呢加征关税的地区 所以香港呢有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 跟历史背景在 虽然香港从97年开始回归之后 一直呢都是中国经济门户 那现在看起来呢中国大陆呢打算呢 这边呢牺牲呃牺牲一些香港的利益 来换取的一个制度的统一 那这边你就要提防了提防什么 提防港币会不会脱钩美元 一旦这个港币脱钩美元 然后实施资金管制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会影响起 会联动的影响起这个资金的流动性风险 那如果流动性风险开始产生的话 资金没有办法自由的移动 这边你就要开始提防 会不会形成一个小型的金融风暴 先前我们曾经跟大家讲 这个人民币如果重贬的话 你要提防这个各国的新兴市场的国家 这个货币也会跟着进别 因为我们都提到人民币 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 那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为了提升他们的出口竞争力 一定会跟着开始贬值 但是这边如果各国开始跟着进贬 那他们的外在敞在能力 又这边就会开始降低 那全球进贬 你就要提防会不会形成一个金融风暴 事实上货币贬值带来的金融风暴 我们在节目上也曾经跟大家提到过 包括阿根廷危机 或者是在土耳其里的货币危机 那甚至在早之前的亚洲金融风暴 都是有货币贬值影响的 所以这边就要开始留意港币 会不会开始脱钩美元 那如果港币一路贬值 那我们看到人民币也是跟着贬值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昨天这个香港机场被封闭之后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是再度重贬 那黄金白银跟日元是翻红 黄金白银日元几涨 那美股电子盘是跟着下杀 连带恒生指数也是跟着下杀 所以你这边要开始小心 会不会形成一个金融风暴 那投资票或许你会问说 这个金融风暴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那这边问题可大了 因为这边金融业的曝险 会使得台湾加权股市 这边陷入一个很大的危机 再过去香港一直是国营 就是台湾银行里面的最 获利最好的分点 这边香港占了国营的获利比数 一直是维持在一个高档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三业 包括银行证券跟保险 目前在香港 负金额已经超过了一兆一兆元 其中以银行占了最多 银行的受信总 这边来到五六四七亿元 那投资部位是一七零五亿 一七零五亿元 那这边总的高达七千多亿 那其中保险业这边是两千一百亿元 那证券业是七百亿元 所以这边三大金融业 这边曝险金额是来到一兆元 那所以投票 这边如果开始资金管制 流动性风险又来的话 那这边呢 会不会形成一个金融风暴 这真的是我们要好好 特别去留意的 这边这种各要跟大家讲 在外交环境面临这样的情形之下 你一定要有一个空单 来去做保护 那事实上加权股市或是全球股市 这个放到哪边都一样 只要扯到这个政治跟人权 都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这边扯到政治人权 这边议题可大可小 有事就有事 没事就没事 你会觉得说这种好像在说废话一样 但是事实上摆在眼前 是不确定因素就在那边 你手上一定要有个空单 来去做保护 如果行情下去的话 那这边呢 你可以把你的空单 可以把你的部位的风险给降低 同时呢 有机会呢 可以这边呢 空单赚的钱 绝对够Cup去多单损失的钱 所以这边众哥提醒大家 你的多单部位呢 一定要有空单来去做保护 多单呢 甚至呢 开始要趁机减嘛 这边呢 众哥跟大家讲 这边没有过高 没有站上季线之前 你就是要偏保守看待 这边的反弹呢 就是属于一个逃命波 那回测打第二只脚的几率呢 仍然是存在 M的右边呢 反复的阶段呢 就只是为了营造高峰 那这种哥这边呢 不跟大家谈政治 这边这种哥呢 也不懂政治 但是这种哥 不会跟行情过不去 这边呢 你做做做行情呢 从来没有人会可怜你 这边不管是往上的行情 或是往下行情 你做错 从来没有人会同情你 这边呢 历史呢 是用 历史呢 是从赢家的观点去做 历史是从赢家的观点去写的 所以这边 这种哥要提醒大家 反复的阶段 后续呢 如果一路向下出现爆点的话 那这种哥会引入呢 开始全力的做空 目前呢 这种哥认为呢 只要再度跌破这个收缴的低点 那行情下去的几率呢 就非常大 短信上 反弹上来 遇到区间上缘的压力 我们呢 会再加码一些空单 在昨天 我们也有跟大家提到 来到区间上缘 这边呢 你是可以建立一些空单的 因为呢 停损会相对好设 那6月49号这个缺口 跟这个季线呢 如果不能突破的话 这边这种哥都会把它 视为一个逃命波看待 所以手中呢 你一定要有个空单呢 来去做保护 这边呢 政治议题呢 我们先把它 政治议题呢 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 但是行情一旦下去的话 你定要有所对应 因为这边呢 市场上从来不会同情你 市场上进来的每一个人 都是想赚到钱的 我们呢 做错边呢 就是要赶快停损 同时呢 赶快调整脚步 跟上市场 那如果这边 行情一路下去了 你这边呢 没有空单去做保护的话 甚至呢 多单没有去做减满的话 这边呢 会面临到很大的风险 那这边呢 香港的议题呢 众哥认为可大可小 万一真的出现金融风暴的话 到时候你才要后悔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呢 这个目前现阶段呢 行情呢 仍然会在这个 呃 这个低点收缴的低点 跟6月19号这个缺口 来回大幅度的震荡 有没有 你要记得是 来回大幅度的震荡 这边呢 不是霞幅盘整 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涨跌呢 都是呢 50点以上起跳 甚至呢 有机会来到100点以上 所以这边呢 涨啊 这边上下震荡幅度非常的大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呢 只能透过资金规划去控制 还有呢 就是透过 透过多空同主操作 来去降低一定的风险 那这种哥呢 从节目开台以来 都是这样跟大家说的 当方向持续的时候 我们呢 就是用力的往那个方向 当方向持续向上的时候 这种哥呢 就是一路呢 偏多操作 那当行情开始向下的时候 我们呢 就是一路的偏空操作 那当行情出现震荡的时候 当行情呢 出现不明朗的时候 区间盘折的时候 或者是呢 有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这边的部位呢 就会开始呢 多空并存 多空同时操作 因为呢 在这个不明朗的事件 在这个不确定的事件 在这个区间 在这个大幅度震荡的区间 多空呢 都有机会赚钱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 学会多空操作的话 那至少这边要先降低你的部位 那直到方向出现 虽然一路以来 这种哥跟大家强调呢 都是同样的重点 就是呢 方向 这边你要造成你的几率呢 去做操作 所以现阶段呢 这个大幅度的区间呢 如果一旦改变的话 这种哥策略呢 也会跟着调整 那事实上呢 这种哥呢 很少画大饼给大家 我们在跟大家解盘的时候 都是照着当下环境呢 去跟大家做 呃做分析 做解盘 你可以看到这种哥从去年八月来报道的时候 去年八月来报道的时候 我们从八月 然后一路跟大家讲 然后讲到十月 十月呢 我们加选指数放空呢 是赚了一千两百点 那放空加选指数赚了一千两百点 那最后呢 在这边反复的过程中呢 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大家选钱不敢买股票呢 我们跟大家说 选后呢 会先涨再杀 那你可以看到选后呢 这边是上涨了一个礼拜 最后呢是下跌了一个 呃最后是下跌 然后又再度破低 那当美股呢 这边呢 开始出现重挫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 加选指数呢 十二月不会杀 一月才会杀 那在一月呢 这边开始呢 我们跟大家讲说 这均线纠结区呢 我们要看台积电的把说 那台电的把说 如果能释放出符合预期的话 那均线纠结这边突破或是跌破 都是呢 大行期的开始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台电把说之后呢 就是一路呢 涨到了一万一千点 所以呢 我们没有画大饼给大家 在去年十月下跌的时候 我们不会跟大家讲 这边呢 你要乐观看待行情啊 之后选举行情 怎么样怎么样 blah blah的 或者是呢 当这个行情呢 已经正在杀的时候 就跟你讲 逢低是买点 这边呢 你要趁机会去做买进 那后面呢 会有千点行情 那讲十次 总会蒙到一次 或者是呢 这坡呢 涨到一万一千点呢 还是跟你讲说 后续呢 行情看好 拉回就是买点 结果五月 杀了八百点 那再来 这一波呢 又是杀了八百点 那这边 如果出现爆点的话 中哥认为 回测前波跌点 九千三是基本的 那如果两倍跌幅 八千点呢 刚好是一个满足点 所以这边呢 如果你只是一路偏多 或是一路偏高 中哥认为是不行的 因为市场上在进步 你也必须跟着进步 虽然家庭指数目前行情呢 中哥就帮大家规划到这边 后续呢 有什么变化 就请大家赶快锁定 中哥的频道就可以了 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美股三大指数 那美股三大指数呢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 接近区间上 有偏保守 可以尝试打一些空单 那你可以看到 昨天呢 就是收了一根黑K 但是收了一根黑K呢 中哥认为呢 他还是会在红色跟绿色线呢 这边来回做大幅度震荡 一样跟家庭指数一样 是一个来回大幅度震荡盘的几率 是最大的 只要震荡盘的方向没有改变的话 中哥这边呢 就会有一些空单呢 来去做保护 有空单来去做保护 我们呢晚上才睡得好觉 那我们看到SPU版呢 或是NASDA 甚至是非半 目前呢都是这样的形态 那在这个区间震荡反复呢 中哥认为呢 最后的方向呢 就是2007年到2008年的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 反复到最后呢 就是走这一段 那这张图呢 中哥呢 已经提了非常多次了 从 不管是从外在环境呢 或者是 呃 就现在这个内部环境来看的话 都符合当时的情形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经济衰退降息循环 那降息循环呢 短线呢 会有一个资金溢柱的效果 但是呢 长线是走空的 降息呢 就是空头循环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降息过后 这边反复过后 降息呢 还是没有办法拉抬经济 降息还是没有办法拉抬经济的话 你就示好 由于会有这一段的产生 那我们这边呢 一定呢 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可以去观察爆点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说 你可以用miss来去观察爆点 miss呢 向上突破之后呢 这边上下行情呢 会开始加大 上下波动会加大 就符合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 目前呢就是上下大幅度的震荡区间盘 那再来我们可以透过这三个指标去观察 除了观察miss之外 我们还可以观察这三个指标 miss往上代表行情波动加大 再往上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是接下来可能会有细看的 你要好好留意接下来会不会形成爆点 那形成爆点的就是形成连续重挫阻跌段 那再来我们追踪一下这几个指标 原有美国公债值率跟美元指数 那昨天呢原有呢没有太大的波动 那收了一根红K 但是呢 比较留意的是公债值率呢 看起来又快要破跌了 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边降息循环呢就是空头 那这边全球股市唯一的指标 还是在肺的身上 肺的这边呢 来到经济扩张尾声呢 这边他还有办法去扭转这经济 但是你要提防是 万一一旦没办法扭转的话 那后讯人就很麻烦了 虽然目前呢 全球股市最强里面 最强的就是属于美股 再来就是属于台股 那如果美股开始出现杂音之后 那台股势必会跟上 所以这边呢 你一定要有个空单来去做保护 中哥这几 从站上10900 中哥就跟他讲 外置筹码开始偏向保守 外置筹码偏向保守 并没有很积极参与市场 你这边呢 开始要有一些空单来去做保护 那这边跌破月线 跌破收缴地点 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要加码空单了 我们要加码空单了 那现在我们一样跟大家讲 你这边要个空单来去做保护 那一旦呢 跌破收缴地点 中哥呢 会再次进场去加码 这边如果miss出现爆点 又跌破地点的话 中哥这边呢 会下大柱 因为这个代表呢 是方向是很明显的出现了 所以miss呢 大家要好好去留意一下 什么时候会出现爆点 那再来 我们在节目上呢 一再跟大家提到 这个世界越乱呢 黄金呢 跟白蚁呢 会是最后的避风港 我们已经跟大家提了一两个礼拜 甚至呢 应该有两三个礼拜 我们这边要跟大家讲 降息循环 避险需求 加上央行大买 这代表是什么 长线看好 你可以看到这一两个礼拜 甚至呢 再往前回推三个礼拜 这边呢 黄金跟白蚁呢 都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答 这边呢 都是一路的向上 那再降息循环呢 加上这个弱势美元 这个央行呢 不再把这个美元 当作他的必要储备货币 他这边呢 开始呢 大力的去买进一些贵金属 他加上这个风险性资产 面临的很大不确定性 所以这边呢 这边呢 黄金跟白蚁呢 受惠于这些的 这些原因呢 是长线看好的 那我们也跟大家提到 这个黄金跟白蚁呢 事实上在台湾正交所呢 有相当多的ETF 可以供你去做交易 有两倍型的 也有一倍型的 我们看到 00635U的元大SP黄金 跟00738U的元大道琼白蚁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呢 涨势呢 也相当的伶俐 你不要觉得ETF呢 涨得慢 但是你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这样的报酬率也是有一层 甚至呢 如果你再把它往后再拉来看 拉来看的话 这边呢 也许呢 有机会到两层 所以黄金呢 跟白蚁呢 这边你就好好去留意了 那事实上呢 除了正交所推的这些ETF之外 事实上还有很多呢 交易工具呢 你可以去做开杠杆 那这个开杠杆呢 就好比说全正啊 这边你可以用来去做开杠杆 所以呢 这个黄金跟白蚁呢 这种根认为呢 会是目前最佳的避风港 那这边呢 这种根不但会做空 还会做多 所以做多也做空 那只要你相信这种根 你跟着上车 这边都有赚到钱 如果你不相信了 你就只是在场外呢 持续去做看戏 那这边我们不但做多也做空 甚至我们发现ETF有机会 我们呢也是会进场去做多 那甚至发现呢 有套利的机会 我们呢也是会进场 这边这种看的方向很广 不会呢只偏在单一个方面 那我们也跟大家提到 目前环境呢 已经呢不再是一二十年前 这边股票呢 你随便呢 呃只是全力的做多 这边就可以随便拉抬了 几根涨停板之类的 这个行情呢 已经呢不再像一二十年前了 这边呢 你必须呢 把你的交易思维呢 给放广 这边你要用的工具呢 会非常多 你的交易工具多了 无形中了 你的获利机会也跟着增加了 很多人酸之龙在说 这边你多空都有 那你到底在做什么方向 那这种跟这边要讲的是 如果你会这么酸的话 代表先前这种跟大盘的规划 你都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大盘目前就是在走一个 大幅度的区间震荡 那相信我跟着上车 你就能赚得到 我们这边呢 从6568的宏观 6683的雍智 8299的群联 甚至2316男子店的多单 这边呢都是获利两成到三成 那甚至空单 我们跟大家讲 凭盖骨的空单 或者是呢 神颂盖银骨的空单 那再来呢 我们跟大家提到 这个矽金元的空单 这边呢 我们获利呢 也是都有来到将近一层 甚至我们还去做了 黄金跟白银的ETF 所以这边 只要你相信的话 这边呢 你就能跟着赚 你就会感到非常快乐 圣经有一句话讲过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只要你愿相信 凡事呢 都有可能 那影片下方呢 都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中哥欢迎大家填一些表单 加入我们 同时呢 请大家持续锁定中哥的FB 国际小儿子 或是Lite 鼓动人生 中哥在上面呢 会有一些及时的多空讯息呢 以大家做分享 那最后 这边 天佑香港 那谢谢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